亲爱的弟兄姊妹 又是我们一起来同心 为到台湾来祷告的时刻 特别在这一段时间是敬畏十天 我们真的要为到我们自治 也为到我们所在的地来祷告 来认罪 当我们祷告认罪的时候 神的怜悯 神的帮助 就要更多地进到我们自治跟土地上 以至到复兴就从这里开始 为到台湾呢 我们这一段的时间 也是在一个疫情比较紧张的当中 特别从9月5号开始 在新北发现有一个幼儿园 然后有一些的学生 家长跟老师 都有确诊 然后更让人担心的就是 有一些的个案是确定是Delta病毒 因为Delta病毒它的传染力很高 所以就在北部 就是新北跟台北那边 这几天有一些的学校 无论是国小或者是幼儿园 都立刻停课 或者是预防性的停课 甚至有一些的餐厅 也立刻停止内用 有一些的公共场所也站之后关闭 所以其实在北部 特别在北部 离漫着一个的紧张 因为传染力很高 所以就是大家都很紧张 去到街道上很紧张 坐电梯很紧张 买东西很紧张 因为很怕这些没有症状的人 随时在我们的身边 其他的地方 台湾其他的地方 因为接下来是中秋节 然后也会人来人往 所以真的是需要为到神 来保守台湾来祷告 我们知道神为看顾 也宣告就是神的平安 要继续的领导台湾 所以我们一起来为到台湾来祷告 主要说我们为到台湾来祷告 主要我谢谢你过去 就是一直都看顾着台湾 现在就是疫苗的状况 大家也轮流 就是开始有很多人在打疫苗了 所以我们感谢神祢的保护 主啊我们面对现在 疫情的状况 特别Delta病毒也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求祢大大的怜悯我们 主啊此时先求祢来怜悯我们 在面对疫情的这一些的状况底下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担心 很多的忧虑 主啊我们甚至里面 有很多的批评 很多的论断 我们对于这是政策 对于各方面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我们也骄傲的以为我们的认为是最好的 主啊我们没有彼此的尊重 我们没有信任在乡者 他们所定的策略 跟那个政策 跟那个期许 主啊已知道 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抱怨 嘴巴里面有很多的苦毒 眼光的当中也有很多看不起 也有很多的骄傲 主啊求祢来赦免我们 主啊赦免我们只看中之子 看中之子的利益 主啊我们没有在一个彼此信任的当中 求祢来赦免我们 以至到我们在社会面对着一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没有真正的合一 主啊联名我们 联名我们 主啊求祢来 主啊当这一个的病毒进来的时候 主啊反而激动我们有一个同心合一的心 主啊也求祢来真的是特别在北部的人民 主啊特别是小朋友 主啊祢格外的保护 临到他们的里面 主啊也让他们每一个身体是被保护 是健康 人的心也有从祢而来的平安 主啊就是因为这一个停课 家长也有很多的变数 主啊也有很多的应变 主啊求祢来保守每一个家庭 主啊他们都有从祢而来的保护 主啊也让每一个家庭 反而更多的时间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主啊可以兼顾每一个家庭的关系 主啊我奉祢的名来宣告 神啊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主啊自然祢允许这一些的事情发生 也知道是在神里的能力的保护的底下发生的时候 主啊愿每一个人都得着益处 主啊我们每一个都要来信靠祢 主啊甚至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透过这一个的疫情 主啊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很有限 我们也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主啊我们就要来认识祢这一个创造主 主啊让教会起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季节的时候 就把属里的平安救恩真的是传递出去 也知道每一个百姓反而在这一个季节的里面 他们来认识耶稣 他们来得着救恩 主啊求祢的怜悯大大的临到台湾 主啊也知道我们透过那个疫情 主啊反而我们要尽力复兴 主我们谢谢祢赞美祢 祢的平安保护喜乐盼望 常常临到我们的当中 谢谢耶稣 祷告奉主的命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